大家好我是旭哥Walkan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不算英雄 這個算是這個地下城版的打拉特攻吧 那這個是比較偏RPG像 那玩法其實跟打拉特攻大概有90幾%像啦 非常像 那旭哥這功率要講這個遊戲T0最強的技能 然後也會實際玩給大家看 想開局的話這個 跟著旭哥選這些技能就不錯 像是這個火球術就是這個開局最強的技能之一 好那今天攻略就會分享這遊戲的玩法 還有各種心得 這個T0最強技能攻略 就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來講一下這個遊戲呢最強的T0的技能組啊 那像是這個聖域還有火球術的開局一定是必推的 開局的話呢建議選這個聖域還有這個火球術 那有時候運氣啦就是你開局的時候剛才要有遇到 那通常呢 選個幾次都會遇到那玩法跟打拉特攻很像 那東西也都差不多 兩個遊戲大概有90幾%的相似度吧 那火球術一定是優先把他點滿的 這個是最強的T0等級的技能 像旭哥就是優先選這個 很像這個玩這種 地層RPG像的這種 打拉特攻 他之前玩過一個是武俠比較像武俠 武俠性子 也是很像打拉特攻這最近這些手遊呢他沒有幾款都蠻相似的 好那可以 叫出這個 隱石 有聖域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去碾怪 蠻輕鬆的 那跟打拉特攻一樣會掉這個寶箱 他這個是用這個扭蛋機 扭蛋機多重施法 加2 那打拉特攻是用這個輪盤嗎 跟那個有個火車這樣 真的很像然後他有這個補血又有這個磁鐵這樣 設計是真的蠻接近的 這個磁鐵就是可以吸這個經驗值 非常相似 那麼選這個弱點打擊好了 增加這個暴擊傷害 那一定是優先要把這個火球和這個生育點滿 那之後還會有這個方天化擊 這個也是 最強的TD等級的 清起來真的很快 點個激光炮 有些沒點過點看 那龍捲風其實也不錯玩 那三個這個閃電球這個很像那個守衛者 那剩意其實就很像那個立場 打拉特攻立場 來火球術來火球穿透 火球術一定優先點滿 這非常強力的技能 那這個玩起來很療癒 舒壓 呃 好範圍增加50% 因為前期的怪沒有很強嘛 多吸點經驗值比較 比較愉快 然後打BOSS 也差不多 每五分鐘就會出一個BOSS的感覺 那BOSS不難就是一直用遠距離就可以輕鬆把他清掉了 不用靠近他就可以把他清掉了 那玩法跟打的特攻差不多 也是在這個柵欄裡面 你就繞著他打一打就掛了 沒有輕鬆愉快 沒有輕鬆愉快 好來試一下經驗子 這邊試一下 好火球 火球練到後面可以變好火球 欸 血越來越少了 可以來吃這個 來我們 抽一下轉蛋 閃電球 這個就很像守衛者 把勝率這個也點高一點 把勝率這個也點高一點 這個火球怎麼很像那個 打特攻榴槤 有看到實鐵的 會不會太像 實鐵來吸一看 激光炮 速度加10% 增加我們的這個攻速 多重施法來 這跟打特攻真的超像 玩起來蠻愉快的就是一個蠻紓壓的手遊 彈道速度再加快好了 繼續把火球速點高 繼續把火球速點高 算是T0等級的技能 我要打BOSS 打BOSS的界面跟那個打特攻也差不多 才把他圍起來 遠距離就可以清他了 BOSS要掛了 就這麼輕鬆 有補血了 看他補血了 這個大概真的是95%像 好然後再吸這個經驗 一個時候 我會聽到 什麼呀 麻煩了 我會聽到